朱军事件不断发酵?赵本山两次评价其为人,网友狠狠打脸。 朱军处境可以说大不如从前了,自从发生了丑闻之后,作为一名央视的主持人,产生了恶劣的影响,朱军表面上看起来德高望重的,但是没想到却被一名实习声爆料出了如此丑事,简直是让人无法理解。 朱军的人品究竟怎么样呢?我们不妨看一下赵本山对于朱军是什么样的一种评价呢?虽然说最近的朱军正在写书,但是如今深陷丑闻,朱军自己的名声受损。 如果真要写,会出版一种什么样的书呢? 也许在很多网友的心中,早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朱军了。 白岩松和崔永元是赵本山最喜欢的主持人,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好,但赵本山一直对朱军心怀借地,并且此前参加活动的时候,曾经坦言自己不喜欢朱军,而赵本山表明自己的态度非常的诚恳,也非常的耿直。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,有一次,朱军和赵本山终于同台了。 朱军问,为什么不喜欢自己?而赵本山则非常爽快地回答,你假? 看得出来,这两个字狠狠地打脸朱军,如果说朱军形势作风非常正派的话,那么赵本山自然也不会对于朱军那么大的打击。 虽然说如今赵本山不舞台,但是他在很多网友心中还是非常的有分量,毕竟陪伴了很多人走过了很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,也是比朱军底位更高的艺术家了。 而死前曾有网友谈言,有一次朱军主持艺术人生时,为了让一位老者落泪,竟然主动勾起了老者的伤心往事。 而下台了之后,朱军痛骂这位老艺术家是个老东西,非常的不配合,看得出来朱军也是言行不一了吧。 赵本山对于他的两次评价,也可以看得出朱军的真正的人品了吧,不管如何,虽然说如今朱军已经通过律师事务所发布了声明,追究造谣者的责任,但是很多的网友纷纷不买账,毕竟这样一个官方的声明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吧。 还是希望朱军好好反思和悔改一下,不知道你们对于朱军的为人做何评价呢? 欢迎小伙伴下方留言吐槽。